疫情为解封文化局美术馆重新开馆的第一场画展 是由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所主办的 青青世界郭华林游画展 而这是协会第一次跨足艺文美学推广 除了展出精彩的画作 也不忘投入公益 花莲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成立迈入第九年 致力推广自我成长还有公益关怀 为了鼓励会员持续学习接受薪资 也为地方的文化艺术领域风气推广 尽一份心力 协会第一次举办了艺文展览 主要作画者就是第三届的理事长郭华林 第三届理事长郭华林 理事长他在寿险业退休前就开始 他年轻的时候就画 在退休前他就规划 他以后退休的人生就是绘画人生 所以退休前就开始准备 一直到现在退休了 我们觉得他画的油画非常的栩栩神动 真的不管是大自然或人跟动物等等 都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远远不绝的能量跟动力 所以我们想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在成长的这一块还有艺文 还有美感的推动上 应该就可以来办这场活动 所以就促成了郭华林的亲戚世界油画展 而且他也邀了他的同门的同学们 一起来连展 好友连展 除了画展协会也不忘做公益 妇女成长关怀协会特别捐赠2万块钱 给花莲善目中心 同时理事长张美慧也准备了生活物资 还有二手衣服要送给善目中心安置的少女 还有弱势家庭 这次画展当中也有部分的作品要提供异卖 所得同样要捐给善目中心 那刚好我们也接获善目中心 他们在最近因为疫情捐款减少的这个营运上 运作上有一些困境 我们想那一起来结合 就是把这个成长跟关怀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除了办画展之外 那我们的画家 我们的作者 我们的郭华林女士 她说那她也可以意卖一些作品 把这个款项回捐给成长关怀协会 那再由协会来继续的来支持善目中心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波的捐款两万元 那等到画展结束 会整这个意卖的所得之后 我们会第二次的再来支持善目中心 这次画展透过艺术形式传递关怀理念 也让艺术和工艺结合 期待喜爱郭华林女士作品的朋友 可以借由收藏画作 为这次的画展加添爱与关怀的能量 这里会欢视报道